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太引以为傲了 对 我其实也多年没有在脸书上面po文了 本来我也没有想要把这件事情昭告天下 但是因为我觉得在我的整个文字的养成过程中 我要特别感谢我妈妈 所以我为了这个我决定要告诉大家 然后我希望让大家 要怎么说 也不是说希望 我觉得其实一个小孩的教育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我回头来想 我妈妈当初对于我的这种教育方式 应该是最适合我的 然后让我今天能够走到这条路 从事这个工作 然后得到这个肯定 我觉得它是第一大功臣 那篇po文是从妈妈开始的 非常感人 那告诉我们意大利之心 骑士勋章是一个什么样的勋章 它听起来非常伟大 而且我Google过 它是获得意大利总统的批准 才能够颁发 简单来讲 它其实是对于意大利文化推广交流 有贡献 所给予的一个肯定 那当然台湾其实得到意大利的勋章 因为其实有很多种类别 然后也有很多种级别 那得到意大利的勋章肯定的台湾人 其实所在多有了 我必须说 当然每一个人的贡献都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是从事经贸往来 对于意大利的经济 有它一定的贡献 那像我从事的是文学翻译 所以当然直觉 直接的是对于文化的推广有贡献 但我要说的是 就像刚刚欣平一开始 我们刚见面的时候问我说 你勋章有带来吗 我说其实我真的领完以后 我就忘记它的存在了 我没有把这件事情 放在我这个人身上 觉得我好像多了一个光环 或者是头衔 但是我很感谢对我的这个肯定 因为我觉得这个肯定 就像我其实在脸书上里面写的 我觉得它不是对我个人的肯定 一个当然就是我觉得 好像是对我妈妈当初 对我的种种的这些 提供我很自由的可能性 不管控我 也不去特别的引导我 让我自由的发挥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 很好的一个结果 那同时我其实也很高兴说 这个勋章的颁发 让很多默默的一直从事翻译工作的人 尤其是文学翻译工作的人 这个工作因为其实真的跟名利都完全没有关系 那我觉得我做这个东西能够得到肯定 我觉得也等同于希望能够让所有从事翻译的工作者 知道其实我们并没有被忽视 然后再来一个 其实像我们刚刚讲 我们是念大众传播 我的所学跟现在的翻译 听起来好像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可是其实我觉得 回想我的大学四年生活 我还是非常的乐在其中 就是你觉得回忆起来都是美好的 然后你在那个时候所学的东西 其实它不只长时间的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 包括我观察现在的媒体新闻 包括当时学语言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比较透过阅读媒体 报上杂志去学语言的 以及所谓沟通这件事情 其实也应用在我的翻译上 所以我另外也想讲的是 不管现在在学的同学 或者是家里有小孩子准备将来要就学的家长也好 不要担心小孩在大学念书的时候的所学 跟未来他的就业是不是有必然的连接关系 我觉得只要是在大学里面学的开心 这些都是他未来人生的养分 也可以化作他工作上面的养分 其实你是大学一毕业就到意大利留学 当年应该到意大利留学的人非常少吧 在那个年代很少 大部分都是去念音乐学院或美术学院 对但是你既非音乐学院也非美术学院 当时选择意大利的原因是你对这个国家的向往吗 应该说当时决定出国 是因为我确定我不想要立刻在台湾投入职场 毕业之后我有很短暂的投入了几个月的职场 然后可是在那个对我来讲 它就是一个过渡阶段 我大概觉得就像我刚刚描述我妈对我的这种管教方式 就是尽可能不管教 所以我觉得当时我跟台湾的就业市场好像我自己认知 我觉得不太适合 那个时候不是从事翻译工作 不是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大众传播嘛 所以当时的新闻界或者是传播界 我都觉得好像我的个性会不那么的适合 我自己个人认知了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不受教的看匿的小孩 那一方面也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实验剧场的关系 实验剧团的关系 所以我有去北一大旁听课 那那时候认识了一个老师叫陈传心 他是从法国回来的 所以原本我的想法是要去法国留学 学什么再说可能是戏剧 因为当时我们对戏剧有兴趣 可是后来我那时候跟我当时的男朋友 我们就一起去旁听他的课 虽然听得一知半解 可是我们就是老师身边的跟辟丑 我们是外来的旁听生 可是跟他跟得很紧 那时候去学戏剧 他学他教美学 其实陈传心老师有在我们戏上教过课 真的 对教过第一届 然后很快好像就离开了 就对 后来去北一大 那我就跟去北一大 然后其实因为我男朋友那个时候 他是读建筑嘛 我们俩的想法就是他去法国念建筑 然后我去法国我想读戏剧 但是认识了这个老师以后呢 有一天我们就讲到这个事情 他就说他没有在管我 他就跟我男朋友讲说 就我现在的先生 他说念建筑去什么法国 当然要去意大利呀 然后而且他指定要去威尼斯 他说因为威尼斯有一个非常好的建筑史学者 一定要去跟他学 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老师说什么就是对的 所以我现在就说好 然后我在旁边听了我也说好 我们俩没有任何犹豫 我们就说好 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决定要去意大利了 就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盲从老师 但是最后证实正确的决定 而且也影响了你们的一生 非常多 所以换句话说你在留学之前 其实你对于意大利文学应该是没有什么概念 而且你是完全不会意大利文的吧 一无所知 我去之前一句意大利文都不会说 你是到了当地才开始学 学对 那什么时候开始翻译 因为翻译应该感觉上你对这个语文是非常精通 对于他的文学要多所涉猎才能翻出好的作品吧 我觉得有几个前因契机 一个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原来学传播的 所以我们很重视沟通 能够表达以及能够跟别人互动沟通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你与生俱来的强烈的欲望 你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满足这个部分 所以我去意大利之前虽然一句都不会 可是到了那个地方 我也经历了一段很自闭的时间 因为觉得天哪出去外面讲动词 只会讲动词原型 然后动词变味都不会一直跟你讲动词原型 是一件很丢脸的事 可是后来你就发现说 那我不能够一直自闭在家里 你还是有一种强烈的欲望 想要去认识世界 所以第一个是这个 所以其实当时就逼自己学语言 所以我刚刚讲 我其实是先透过看八卦杂志 八卦杂志用词潜质比较简单 然后它比较容易吸引你的注意力 你看了不会腻 然后慢慢的看报商杂志 那那个很难 可是它的优点是它可以对照电视新闻 因为那是每天更新 可是电视新闻很短 它讲的时间 可是它是及时的 那报商杂志呢 它是深入的 而且你可以阅读时间很长 所以我可以透过查字典 你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看完一个头版 然后这个头版新闻一定会在电视里面 不断不断的每天更新 所以是用这种各种方式去加强自己的学习 还有当然也是意大利人其实是一个很友善的民族 所以我们那时候租的房子的那个那栋楼里面 有很多老先老太太 他们看我们就是小朋友嘛 就会夏天去外面乘凉的时候 就会招手叫我们说 下来下来聊天 然后就逼我们下去聊天 所以从种种的方面 以及当然为了生存 因为你要出门购物 你要买车票什么 你都必须开口讲话 所以的确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 相对于其他当时我所知道的台湾人 我就比较快进入这个语言 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 因为当时有牵涉到入学的一些申请的困难 有在我们之后来的台湾人 他们申请入学的时候被拒绝 理由就是说 因为我们台湾的证书文件都不被认可 因为台湾不被承认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入学的时候没事 到了他们入学的时候就有事 那我们就很机车的提供了 当时我先生的学号说 你跟学校讲 我前面就已经有人入学了 结果没想到学校打电话来说 那请你们来办退学手续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傻眼 那我就开始 我们就要开始自救 可是当时自救的管道 真的不是那么的顺利 所以后来我们其实 是直接找了意大利的教育部 透过梵蒂冈的认识的朋友 神父介绍我们去找谁谁谁 然后每天其实我都在家里面 就是喃喃自语 因为我们就要去假想说 我去见了谁 我要怎么去跟他陈述我们遇到的困境 然后从中我们其实也学到了一个沟通的模式 就是跟意大利人 其实你不要说道理 你要动之以情 然后我们就发现说 不要讲硬的 你不能跟他拍桌子 说你凭什么拒绝我入学的权利 这是什么宪法赋予我什么 不要讲这些 你可能要跟他说 如果今天是你的小孩 跟我同样的处境 他到国外去 已经入学了 然后被退学 理由只是因为他的文书 证件不被认可 我说你觉得你能接受吗 可是这些事情都发生在 我其实去意大利 大概一年以后的事 在那个一年期间 我也许生活的应付是OK了 可是讲这么尖深奥的话题 其实我们是辛苦的 可是因为遇到这个挫折 你要去解决 所以你真的就是每天在家里面模拟 我讲了这番陈述以后 他可能会这样问我A 那我就要回答他A 他如果问了我B 我就要回答他B 然后所以到最后很快的 我们就 我连做梦都用意大利文做 所以我的意大利文就很快 很快的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 当然另外一个状况是 你在上课 我因为很不怕死的 选了意大利文学系 天哪 也是因为我们去威尼斯 他并没有戏剧相关的课程 或课系让我选择 那我就选了一个 我觉得我可能 会感兴趣的 对 然后的确我也不陌生的 就是文学 因为我本来从小我就很爱看 喜欢阅读 喜欢阅读 那进去以后才发现说 哦他真的很难 就你嘴巴说 跟你看懂一个新闻 或者你处于跟人家应对进退 阅读是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我就发现我常常是 看了书 今天看完 我懂了 明天接下来继续看的时候 忘了 我昨天看懂了什么 我不记得了 所以我就把我前一天看懂的 我就想那我把它写下来好了 所以我就这么着 莫名的 无意识的 开始了所谓的翻译 就是把我看懂的 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 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以便于我第二天再看的时候 我可以接续着 往下看 然后是这样子开始做翻译的 哇 就是所有的东西 其实都是没有准备的 不管是去意大利也好 学了文学 读了文学科系也好 或者是做翻译也好 我觉得其实都蛮机缘巧合的 真的真的 但是你当时的翻译是因为你自己 所学所需你翻译 那跟你后来投入文学的翻译 应该是 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层次了 所以你在学意大利文几年之后 你开始翻了你的第一本作品 因为当时我开始练习做翻译的那一本书 就是我后来出版的第一本翻译作品 就是《马克瓦多》 那这又牵涉到一个 当时因为我们都想着说 能不能够打工 减轻家里面的负担 然后其实我就去中餐馆 打了一天一个晚上的工 然后我就很快的意识到说 我真的不适合那块料 然后我也心理上我没有准备好 所以当天其实跟我同时 去中餐馆报到的另外一个女生 中国大陆来的女孩子 她就很快的适应了所有的一切 我就是一个二愣子 站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就洗了一个晚上的酒杯 因为发现老板娘发现 我这个人不晓得什么叫做中餐馆的工作 我没有准备好 那那件事当然我也就回家反省 我想说的确人可能要做 我比较擅长的 顺手的 自然而然 我不需要特别准备什么SOP 我很自然就可以做的 那我就想那就是文字工作 因为以前在学校 我们不是有那个实习的报纸工作的机会 那我记得第一次学长带我们去实习的时候 他们就偷懒就直接把整篇稿子都丢给我写了 你们班的同学 然后那时候我也就很开心的就把它写完了 然后就觉得我喜欢 我真的蛮喜欢的 所以当然也因为有中餐馆打工经验的这个刺激 我回头去想说 那其实我现在做的这一本所谓的翻译的习作 说不定是我可以试着赚取打工费用的一个可能性 那也一方面我觉得是实际巧合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版权的 像现在这么进入正轨 所以我就把我做的四篇的短文 就当时投稿去报章的复刊 那以前的报纸的复刊是很重要的版 文化版也不像现在 所以投了 然后我就得到了很善意的回应 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不只投翻译 也投文投稿 就是写意大利的一些故事 比如说生活的故事 生活的故事或者是一些观察 比如说媒体的变化 或者是生活的 意大利人的生活的模式是什么 一些趣闻什么都写 所以那个就变成了 我后来一个固定的打工模式 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翻译就这么做下来了 因为后来我又把 复刊里面看出来的这一个四个短文 我就又去投了出版社 那我也是谁都不认识 我也是自己脑袋里面 就是空白 然后就说请朋友帮我查一下出版社的地址 然后我就简报影印就投了 然后就也有出版社回应我了 就这样开始 他们想出那个书 对 刚刚好那个时候 时报文化的吴继文总编 他出了两本卡尔维诺的书 是跟当时台大的吴浅成老师教授 他带领外文系的学生 一起在课堂上面翻译了两本卡尔维诺的书 然后 那我也这么巧合 也选了这本卡尔维诺的书 投稿 所以当然就是水到渠成 可以这么说吧 意大利文学相较于英文的文学 他在台湾受欢迎吗 这么多年来 他意大利文学始终都是算小众 一方面 他的叙事模式 也跟美国文学的大宗的叙事模式 可能有一些出入 然后切入的角度也有一点差别 那意大利人是一个很感性的民族 所以 有的时候 我们比较会常看到 被介绍的作品 也都是属于感性面为主的一个作品 所以 比较不像 感觉起来好像比较不像 英美文学来的变化种类那么的多 但是他在台湾是有一定的读者吗 有 我觉得主要是感谢 就是刚刚说的像卡尔维诺这个系列 以及 黄冠初的艾可的系列的小说 以及论述文集 所以培养了我觉得这两大宗的读者 两个大作家的忠实读者 那这三十年来 因为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你都是专职意大利文学的翻译 你没有在从事其他的文字的翻译工作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去专职教书了 教书了 也教意大利文吗 对 在意大利文系教书 好了不起 也教了好几年 因为其实我在温尼斯大学 我在温尼斯的后来也去温尼斯大学中文系教书 也是教翻译 教翻译 一番中 一番中 就是笔译跟口译我都有教 因为我自己也做口译 那你的意大利文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其实我不应该问这个问题 文教都已经翻了三十年了 没有没有 其实我觉得你问的是有道理的 的确因为 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异国生活 他对于自己的要求 是不同的要求 那对我来讲 其实语言不只是我生活的必须 他其实真的就是 我觉得我如果想要深入的了解 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 我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语言 我才能够真的了解他 那我了解语言 了解历史跟文化的 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人生的学习 那也是我工作需要 因为譬如说我在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 它里面一定会不能避免的 他会讲到文化面向的 社会面向的 哲学面向或历史面向的东西 那我要去认识他 我必须要大量的阅读 以艾可为例好了 像玫瑰的名字 他里面讲到太多太多的历史人物 历史事件 一个战争或一本书 或者一个哲学观点 而且是中世纪的哲学观点 那这些东西其实你都不是 靠作者提供你讯息 其实都是我自己 要去额外的阅读其他的东西 所以语言对我来讲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不只是生活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是生活工作 我都需要它 所以应该是说 你不只是意大利文好 其实你就是任何一个译者 他也必须要相对相当的了解 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 他才能够翻得好 是绝对是 因为有的时候 有一些是思维模式的文化 所以有一个人 为什么会这样子表达 他的说法 那那个叫做 意大利社叫做 modo di dire 就是这种说法 它其实背后可能有一种意涵 你要知道 也许你看到的是字面 可是你心里面知道 在这个字面背后 它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那这个必须要你够了解 深入地了解它的文化 而你要了解它的文化 你必须要有够坚实的语言基础 你翻译的作品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像经常翻译 《村上村树》的赖明珠女士 因为她专翻这个《村上村树》 所以后来读者会认为 她就是《村上村树》的代名词 那我不知道你翻译的 这个意大利的作者 会不会也专精于哪几位作家 以及你对他们的作品 甚至于你自己都已经产生共鸣 你会觉得自己在翻译的时候 会是她的代言人 为她发声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代言人要看 从什么角度来定义这个说法 的确身为译者 我们是代言嘛 是代替作者 用另外一个语言来说话 可是我的文字风格 我不能够说在翻译里面 没有属于我自己的文字风格 可是我的文字风格 一定还是要跟着作者走 那也因此 我们刚刚讲到说 意大利文要好 其实我觉得翻译 要能够做得好 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我们比较少去谈的 就是中文要够好 那这个中文要好 不只是要好 而且它要够广 就是你要有不同的 不要说风格 而是你可以有很多的弹性变化 因为要随着作者 去做改变 那有的作者 他的书写的风格 文字风格就是很清淡的 譬如说像香港作家 西西那样的风格 可是有的文字是 有的意大利作家 文字是很华丽的 所以他很喜欢纠结的长句 那你必须要量 你要为两者服务 所以你要用不同的中文去呈现 因此这个所谓的风格 不是我用我的风格 去帮作者说话 是我要去找出作者的文字风格 然后用我的中文的可能性 去满足他的风格 去呈现他的风格 我觉得这里面好像又牵涉到 以前表演经验的这个部分 演戏虽然你不是在演戏 但是当你在翻这个作者的作品的时候 有没有一点你在演他那个角色的味道 是是是是 真的是就是这样没错 有的时候是书中人物的对话 你要去揣摩那个语气 语气决定你怎么去处理文字 那有的时候的确你跟作者 其实你也是在心里面对话 你也是要去揣摩作者 他到底想说什么 的确是的 就像在读一个剧本一样 你也够了解这个作者 一点一滴的慢慢了解 有没有哪一位作家 是你特别喜欢的 听起来很像业佩的说法 但是我必须要说 我是多年的阅读下来 然后累积了 当然我看最多的书应该也就是卡尔维诺的书 一方面我翻译最多他也是他的书 然后因为你看着他从年轻时候的创作 到他创作风格的各种尝试 到改变 到他透过文学去探讨 去认识这个世界 或者回头来省思自己的人生 好像你跟着他一起成长 以前的成长是 他用还很稚嫩的热情的眼睛 看待这个世界 那个世界在当时可能我还是陌生的 所以我就是学习 可是后来我觉得学到的是 他怎么样去用文字呈现 那个人生历程 或者是这个世界的演变 然后怎么去观看 我觉得怎么观看这件事情 以及观看之后 回到自己的脑中去思考 我觉得这件事情带给我的满足感 是非常大的 他的作品 你感觉得到作家的变化 对不对 对 他有一个很清楚的成长轨迹 你看到他改变 他对文学的定义也在做改变 然后但是我不能够说 他写的东西一定都在 反映他的自身 因为一个作者 他一开始的创作 也许会看很多的自己 所以我们都会说 一个作者刚开始的创作 会有比较明显的自传色彩 因为从自己的人生历练出发 是最容易书写的 可是久而久之 当他的人生越来越丰富 然后当他意识到 他自己手中的那支笔 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发挥什么功能的时候 他的世界就会越来越丰富 那我们就会跟着在里面 看到更多样化的世界 所以也刚好因为他在台湾的一本 也溢注也比较完整 所以当然相对来讲 我跟着他成长 是最明显的 但我觉得卡尔维诺的作品 不是那么好读 说真的 是这样子没错 如果你要推荐给读者 对意大利文学并不熟悉的 那种有没有那种入门款 入门款就是我的 我看的第一本他的书 就是马可瓦多 可是你要说马可瓦多 好像听起来很轻松 因为他讲的是一个小工的故事 在这个意大利经济起飞的60年代 社会开始富裕了 可是仍然有一批蓝领阶级 他很辛苦的 一个人养家 养一大家子 然后在这个资本主义崛起 然后充满各种诱惑的过程 他怎么样努力的去 让满足家里面的需求 可是也有很多心酸 可是他的心酸并不是用一种 很控诉的悲愤的角度 去指责谁 没有他用一种幽默的 小人物式的 摔一跤 着别林式的那种模式 去告诉你说 在一个大家看起来 都富起来的时代 其实仍然有一个族群 他是这么辛苦的在过日子 可是他并没有灰心气馁 他就是很努力的 面对每一天的生活 所以他讲的就是四季 二十个故事 这样子 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入门书 而且是意大利直到今天 仍然是中级 好像中学生吧 的一个指定课外读物 直到今天都是 你的介绍非常吸引人 让人很想赶快去看这本书 另外我知道安宇 你的翻译有一个特色 好像很多的编辑也提到 你特别重视 意诸这件事情 好像有所谓的漏漏等的意诸 这种事情 是吧 我现在开始有点意诸正后去 我觉得意诸 是因为 我作为译者 我其实同时 我也是读者 就我一定必须要 先是一个 专心的读者 或者是爱可的说法 叫做典型的读者 我才能够做译者 所谓意思就是说 我很懂作者他要说什么 他想要透过他举的这个典故 或这个历史人物 他要说什么 背后的什么 可是那作者他再怎么样 他的博学多文 有的时候他很难把话说完 所以读者 你不如他知识这么渊博的时候 我就要做功课 你得表达解释 我要说 譬如说他举了一个什么什么共等 一个什么公爵伯爵 那这个人在他可能那个领地里面 他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身份地位 也许他是一个很残暴的人 或者他是一个 对他们家族有决定性 发挥决定性影响力的一个人 这个家族在他之后如何如何 飞黄腾达或者是衰败 那当他提到这个人的时候 他一定有一个用意 所以你要不要去把他的用意说出来 要 所以我就走上了一条 意著的不归路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作者的东西 都需要写落落等的意著 我感觉到你是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意者 是吗 你很想把那个背后的典故告诉读者 因为我们其实对意大利的文化历史 相对于美国文学来讲 美国文化来讲 我们是比较陌生的 所以我觉得在某些作者 他用量子的角度去陈述故事的时候 那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就是把东西都找齐来给读者 如果读者想看 东西在那儿 你可以翻开来就看到 你会觉得有的时候 异注会有点妨害阅读 这个其实的确是一个 大家讨论过的议题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编辑都赞成 这么多异注的 我知道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因作家而异 卡尔维诺我其实就不会写那么多的译注 他没有你非要写译注不可的 大量译注不可的这种书写模式 可是艾可相对来讲就比较需要 因为他写的东西很多都是基于史实为出发的东西 那只是当然在小说里面 他一定会有虚构嘛 那这个史实他还是多多少少扮演一种引导的角色 那既然如此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做说明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译者 有另外一点好像是当作者写了多长的一个句子 你在翻译的时候 你也要用差不多长的句子是吗 一样是因人而异 比如说在艾可的句子里面 那个长句的定义跟卡尔维诺长句的定义不太一样 比如说因为艾可是一个 他对语言结构论述结构 就从结构主义出发去论述文学创作 他是一个专家 所以他的东西是 他说的知识性很深 可是他在论述的时候的 那个文法逻辑层次跟句法结构是非常清楚的 就大家会说艾可的东西看不懂 我都会说不会啊 很容易看懂啊 因为是我从翻译的角度 就我看不懂的是他背后要说的那个知识 我可能不知道 可是从理解他要说什么 这件事他是做的一百分 所以但是他的小说的重点不在用文字的美学去说故事 他真的就是探讨故事 他通常会铺成一个阴谋论 然后从阴谋论里面去告诉你 有很多历史上面你以为的真相 他可能其实不是真相 是可以被推翻的 那基本上这是他小说创作的主轴 可是卡尔维诺就是文学 所以他的文学里面有很多吐习 有一种文字的韵律 那他的创作就不只是在说故事 他是透过文字 文字就是他的就好像绘画的颜色或涂料 他用厚跟薄线条的长跟短去表达他想要说的东西 所以那我就要呈现那个长跟短 因为那个是属于他创作精髓的部分 就像我们刚刚在聊的有一个短篇故事 他描述一个人要打电话找另外一个人 可是找不到 那在以前播接的那个时期 好像是一个讯号 透过这个有形的电缆 一直送到 走地下海底电缆 然后送到来到对岸 一个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可是一直找不到 所以这个电话一直还在通 还在嘟嘟嘟嘟嘟嘟的时候 你感觉到那个讯号还一直在搜寻对方的踪跡 然后这些事情整个短篇就在讲这件事 所以那这个嘟嘟嘟跟搜寻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啊 所以他写长句 我就要跟他写长句啊 因为他的长句是为了服务 寻找 寻找不到 内心的焦虑跟期待 他这个文字是在为这个意向服务的 那这个文字我就必须要呈现出来 可是这些领悟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的 真的是很多的累积 你才看懂说 其实他有不同的区别 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区别 然后你要照顾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这么多年来你沉醉于翻译这件事情 他构筑了你生活的几乎全部吧 对 是 你会怎么形容你对于翻译的喜爱跟投入 我觉得他让我发现世界的 纯 一个干净的世界 因为欣平也说我们之前念的是传播嘛 本来传播是一个有很多 必须要跟外界有很多互动的工作 我没有不喜欢 可是也许慢慢的认识更多的自己以后 会发现说 我喜欢 但是到某一个程度 我开始会觉得 那其实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 可是翻译的确它让我仍然持续的 跟外界互动 可是是一个经过过滤的 而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过滤而变得扁平 它还是很丰富 因为每一个作家在写每一本书都是他捷径当时所有的心力投注进去这个作品呈现给你看 那每一个人可以看到 表层的中层的或深层的不一样的东西 那因为我做 我是翻译 所以我必须要看到最深层的东西 所以透过翻译 其实我认识了 不同的人 用不同的眼睛去看到的不同的世界 而且都是经过深层挖掘的世界 所以它并没有让我觉得好像在家里面做翻译是一个很孤单的寂寞的千篇一律的生活 没有 相反的它很丰富 这个其实也是我到了老了 我自己回头想说 年轻时候的我 因为欣品你认识我以前嘛 我跟年轻时候的我好像有了很大的差别 以前的我可能更爱热闹 我很爱互动 我们以前还一起主持过晚会 你记得吗 就是我们也曾经很享受掌声 那种及时的回馈 这些都是在翻译工作里面没有的 可是我觉得我在翻译工作里面找到我很安心的 自在的 不用焦虑的部分 那这个其实 我想想是 我认识了自己以后 确认这个是我要的 我要的 你让我想到我们那个时候演戏 我们总是面对灯光 而且我们还很喜欢那个灯光 我们总是在灯光前面 我们也毫不畏惧那个灯光 但现在那个灯光好像是在我们的心里 可以这么说 就它还是亮晃晃的 然后你还是有一个很激动 你每次要去做到什么的时候 你得到那个反应 那个反应不一定是来自外界的 是一个你内心的满足 你知道说你得到了 然后而且你还有机会跟人家分享 对不对 因为可以翻译出来给别人看 那我觉得它就很足够了 有读者给你什么回馈吗 偶尔 我曾经有收过一个读者写信 然后寄了一本他自己出版的诗集给我 我忘记名字了 我真的很抱歉 然后当时我也比较年轻 我好像我也没有想到说去跟人家回信 可是那个是让我意识到说 读者是在的 虽然我可能跟他们没有直接接触的机会 虽然你并不是作者 对 虽然我不是 然后我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然后他们有看见我 然后他们有给我肯定 那我也曾经看过网路上面 对于我某些翻译的评论 不一定都是真面的 有些负面 我也觉得当时深受打击 可是回头想说 他说的是对的 我有从中学到 说以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看 我做的翻译 他是怎么给我一个很直接的批评 但是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都是对我的加分 因为我不是追求掌声 做翻译就不是追求掌声 像你说可能我们自己心里已经有光了 那个已经让我得到最多 那其他的这些能够给我加分 我觉得都是收获 所以虽然我们跟读者 没有太多直接接触的机会 但有偶尔我会去上网偷看一下 就是有没有对我的一些指教 鼓励等等 最近在着手什么作品吗 今年是卡尔维诺的百年名单 对对对 所以年底应该会有一系列的 卡尔维诺的书 新版的出版 那有的是之前没有出版过的 有的是 有没有出版过的吗 暂时好像还没有 都是出版过的 但是因为以前都是从英文翻译 所以 第二首的等于是 对 所以当时你在翻译的时候 你是看英文 不是我是从意大利文 你是从意大利文之一 你说我早年自己当读者的时候吗 不是我是指你从事翻译工作之后 我从事翻译工作 我基本上 我自己做翻译 当然都是从意大利文之一 可是早年有一些版本 可能是在 我还没有开始做翻译之前 或者即便我开始做翻译之后 我一个人也不可能翻译这么多 所以有一些版本 是从英文翻译的 那年底就会有一些新的版本出现 就是从意大利文之一的版本出现 所以目前都在忙这个 对 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 今年卡尔维诺的这个百年的纪念 刚好在这个时候 我访问了尼安语 虽然我不知道 原先不知道 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想到 但是真的很有趣 回首我们的走的人生路 有的时候因为一些不经意的 或者是有过计划的决定 让我们后来的人生的要貌 有了完全的不同 我们都是做传播的人 现在也都在做传播的工作 但是形态不一样了 可能现在的尼安语 你看到他 如果你由一个第三者的眼光 看他的话 他是自己一个人在书房里面 但那却是一个 你可能看不见的 非常丰富多彩的 外人很难去意会的一个世界 我记得以前我们 我听杨德昌的演讲 他曾经说过一件事 我到现在都记忆深刻 他说你在家里面看电视 里面播放的电影 先这样讲好了 你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 即便电影院里面坐满了人 你仍然是觉得 电影只为你一个人播放 可是如果你在家里面看电视 即便家里只有你一个人 你也觉得你身边坐满了人 不是鬼故事 意思就是说 一种不同的氛围 你去欣赏一个作品 你的感觉是不同的 所以回头来讲 看电影要进电影院 那可是我今天就在来的路上 我就在想这件事 看起来好像 我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 旁边也没有活物 除了猫 好像是一个很枯燥 矮板的工作模式 可是因为 你的脑袋一直在动 你的心灵一直在动 所以其实仍然是一个很 甚至呱躁的 有的时候 甚至是烦扰的 甚至是忙碌的世界 只是从外面看 看不见 它都在我的心里面 或我跟电脑的电波流动 里面这样子 所以没有腻 我以为我的个性会更喜欢 活泼一点的互动 更多的工作 后来发现 是啊 因为我现在在做的工作 它本身其实很活泼 就是这样的工作 它就是互动很多的工作 今天也谢谢安宇而来 让我们一窥 她翻译的日子 她这些年来 她的努力 还有她为什么乐在其中 谢谢欣萍 谢谢安宇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